啊 蜂蜜好甜啊 蜜蜂真勤劳 可恶的人类 把蜜还给我 啊 奶酪真好吃 感谢人类的馈赠 靠 卑鄙的老鼠 还我奶酪 嗯? 爸比 这是谁呀 这是你老齐叔叔 那他去哪里了 据说他以前天天玩我的世界 结果被化清大学的人抓走了 站住 我要打劫 叔叔 你想要什么呀 少废话 赶紧把身上的钻石都交出来 我知道哪里有钻石 我带你去挖 还挖钻石 我都没钱吃饭了 哪有力气挖钻石呀 你怎么连饭都吃不起了 你看我这生活过得多好 既然有这种好事 那我赶紧去领一个 哎 不对 我可是劫匪 把钻石给我交出来 我没有钻石 但是我知道我的世界里面有 这还差不多 挖钻石挖钻石 哎 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化清大学的 依照校规现在抓你到我们学校深造 喂 等一下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你们抓我干什么 要抓也应该是警察来抓我呀 当吴书测试历史 这个 看不见 那这个呢 迪迦 小小吴 你弹什么呢 大逼 给我相信光的人才能听到我的弹奏 满分 你怎么考的一百分啊 我抄别人的呀 你左边倒数第一 右边倒数第二 你个倒数第三的你抄谁的呀你 这还不简单吗 我把他俩的答案和我的答案全排除了 剩下那个保准是对的 可以呀 这点随我 满脑子都是智商 随我 随我 我叫地球 我叫屁股 我们是双方开 妈妈 屁股不见了 找不到他 啥 快跟我警察局报警 警察 我的屁股不见了 你不是在这吗 你屁股是我儿子 那屁股多大 和地球一样大 最近相信光的人越来越多 怪兽越来越少 都快失业了 不行 得想想办法 卖神光棒了 给我来一根 好嘞 再给我来两根 好嘞 本来三根要一百 我却花了九十 香香 自从换了这个牌子 每次都能一下卖出去三根 香香 等等 我这都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鞋子是怕错过 拽牙子 哦 拽几只 哦 拽八只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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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个夫妻 一个叫孔木 一个叫分子 养俩宠物 一个叫加特林 一个叫屎 一天使丢 他们急急忙忙的去警察局 一嘴快说成了 你好久了先生 我们是火部份子 带着加特林来找死 站住 打结 儿子 快把神光棒给我 我要变身了 嗯 把逼 您这神光棒在哪买的 上次在迪迦那里买的 怎么了吗 这也不是神光吧 那这是什么 可恶竟然敢卖假货 你们两个当我是空气吗 赶紧把身上的钻石浇出来 这该怎么办呀 爸比 看我的 叔叔 钻石我们没有 钻石我们有这个 能不能开出钻石 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了 哼 要是开不出钻石 你就死定了 开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别急 可能是钻石太多了 怎么感觉不太对呢 这算不算父母的双标 他们睡了我就得睡 他们醒了我就得跟着醒 在家待着想我懒 出门玩想我花钱 我不说话就是哑巴 我一说话就是跟他们顶嘴 吃穿只跟差的比 学习只和好的比 看电脑玩手机眼睛会瞎 看书不会 男方室友来东北上学的第一天 哎华哥你皮肤保养的好好哎 好啥呀 妈来的 鼻子刷刷的喇叭 吹嘴 打开百度翻译 一个月后 喂华哥 一会我们去吃点烧烤啊 哎呀真别扭 来给我重说来用东北话啊 我告诉你三月之内东北话必须过滚 一会咱几个撞串子去啊 哎呀 等下走吧 三个月后 哎我去了外面的第一次流华 卡一样的擦我跨着我都干嘴嘴 对吗 我是你儿子 你听不懂 你登啊 如果在考试中睁眼 直面着残忍的视觉 风来到了谁的笔切 留恋却不得不交绝 如果结局今生滚别 无惧再回家前四卷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 重回到改革街房前 受我病往前冲 黑夜白酒不睡觉 无猎正在家 和左眼四下 无猎正在笑 和老实多发 无猎正考察 一次难留下 无猎正往把代家长来抓 以前的父母 来别睡了赶紧床 又上也迟到了 饭都给你做好了快点来 啊我知道了吧 马上我就起来了 现在年轻人当了父母 妈你快起来给我做饭呐 妈太困了 妈再睡会儿啊 那你一会儿 爸也得送我上学 没话要迟到了 你不也得上班吗 妈上班你自己去 我妈不送你了 妈起来不来呀 妈今天也不上班了 妈看老板有点不服 爸比 爸起床送我上学了 爸感冒了 有些难受 你自己去上学吧 好吧 我请了个医生来给你看病 太好了儿子 爸快让医生进来吧 在学校谈女朋友了吗 儿子 没有 手机怎么没带回来呀 放学校了 该不是让你女朋友拿出班了吧 没 他自己有 别人的老师出考试题 这回请问我们是给孩子们出题出简单点吧 都考过分 对 然后回家过好年是吗 你的老师出考试题 我都爱死你们啊 不要你们一个也写不上 我都爱死你们啊 我都爱死你们啊 这题我都不会 我都爱死你们啊 快过年了 该买件新衣服穿了 老板买衣服 爸比 我发现了个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弹琴的时候 总会有人伴随着我的音乐跳舞 我请你看 呜呜呜呜 什么情况 怎么身体不受控制了 自己跑过来跳舞了 怎么样 爸比 是不是很厉害 儿子 你再弹个其他的歌曲 比较有魔性一点 感觉跳起来更好看 好的 我想一下 喂老板 你这是黑店呢 一件衣服你要我一组绿宝石 哎哎哎 怎么又来了 我没完了还 哎 我只是想买件衣服穿呢 我做错什么了我 哎 还有这好事 谢谢你了 哎不过 你不会是想打劫我吧 不是不是 就是别再让你儿子弹琴了行不行 我实在受不了啊 小小五 我要没收你的手机 为什么 根据教育的最新通知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带手机进入学校 老师也不得通过手机布置学习任务 或要求学生通过手机来完成学习任务 那太好了 我不用写寒假作业了 你这逻辑跟谁学的 大逼 你不知道吗 我在左下角测的 说我是天才少年鬼才逻辑 我们下角测的 发购物 我杀了 我杀了 有什么意思 我们下角测的